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很像 觉得很不错 有那种幸福的感觉 跟着柴仪吃起来 大家看到我现在的造型 我相信大家出门都跟我一样吧 因为疫情的关心 大家生活真的都变了掉 是不是也很常在家里煮呢 但是因为真的能力有限 再怎么煮 还是都是那几样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介绍 冷冻食品 就是要有多元的东西 在家才不会吃腻 才会继续在家里好好的防疫 对不对 当然 在开始之前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在桌上这些 有几样是那种 赞 赞 赞 连婚食者都爱不释手的那一种 我们今天就来开始 吃一个好了 焦香牛肉汤 那它里面大部分都是用 猴头菇 这个是淡树的焦香牛肉汤 再来 猴头菇香肠 这口感感觉也是非常的Q弹 再来就是这个 豆腐巴斯克 台中很知名的餐厅自己作物 因为就是防疫的关系 就做了这个防疫餐包 还有这个新猪肉的剥皮辣椒馅饼 看起来就跟外面一模一样 感觉也很香 再来就是这个豆包卷 它是纯素的 鸡腿棒棒的感觉 好 我们先来把它们加热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菜 小厨娘要开工啦 馅饼开始 哦 这一盒里面有四颗 四颗224 其实素食也是不便宜啊 然后一颗 这样大概是这个大小 感觉出来比例 最喜欢这种滋滋的声音了 好 还要加入适量的水 煎7分钟 他的朋友 漂亮啦 还可以 还可以 我给过 接下来就是这个猴头菇香肠 它一包里面就有六条 全入 猴头菇香肠 终于上菜了 我边煮 我真的肚子边叫 好想吃哦 那当然吃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把口罩脱下来 我才能吃 好 这个香肠 它是猴头菇 然后还有一些大豆纤维去做的 它里面的香料味是蛮香的 比较像是热狗的口感 它比较Q软一点 算湿润的皮 有一点点的那种酥脆感 把它切小块 然后加在一大一面 好像也不错了 推 再来一个馅感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这跟外面的馅饼真的很像 剥皮辣椒的那个焦香味 有提升了整个馅饼的口感跟味道 这跟昏得还好像哦 而且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吗 算是很有汁 它的调味也真的非常刚好 不会过咸 刚吃完两个干的 我现在要来喝一口汤 焦香牛肉汤 好烫 这真的是刚煮起来 哇 里面好多料哦 富足大块的猴头菇 然后还有很多香料 所以我们直接来喝看看 它真的有那种牛肉汤的味道 八角味也蛮重的 它是有一点带甜的汤头 觉得很不错 有那种幸福的感觉 这个猴猴菇 它已经浸满了汤汁 所以你入口的时候 它直接爆发 处理得非常的好 下一道 豆腐巴斯克 听说是南霸或是西班牙那边都有这道料理 它里面料也是非常的多 哦 这一块也太大块了吧 吓了我一条 而且它的菇其实有处理过 它是有把它切开过 所以它可以吸满它里面的这个酱汁 软豆腐 甜辈 美白菇 感觉是点缀用啦 那它的酱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浓郁的甜椒味 就是有很多番茄 然后甜椒 它的整体吃起来 因为它的酱汁本身很好吃 所以你再加你想要的面或是饭 也是很合理 Q彈多汁 它里面每一个食材都处理得很好 我最期待的 棒棒腿 这样看就跟我的脸一样打了 感觉非常的酥脆 因为我们是用油炸的方式 吃看看 怎么可能一层一层的豆包卷 用马来西亚的调味 视觉跟味觉完全就是跟荤的一样 这个真的很好吃 评分时间 这个馅饼呢 4.5颗心 这真的跟外面餐厅吃的是一样的味道 然后这一碗牛肉汤 它让我吃完之后 我是全身从内热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我会给它5分 因为它的口味也是非常的好吃 猴头菇香肠 我不知道可能被其他的东西比下去了 4分 巴斯克因为它是 这里面唯一一个比较西式的餐点 它的口味跟食材也都挑得非常的好 而且调的也非常的好 我也是一样给5分 再来这个棒棒锤 当然是给5分 可以做到这样 太令我惊艳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冷冻食品呢 这真的是给那种 有待加强的小厨娘 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一定要去买来试试看 快点去吧 大家好 我是拉蒂巴 好久不见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道意想不到的印度料理 花椰菜米是近年来非常风行的一道食材 用它来处在白米饭 好处是它BGI 还可以低碳水化合物 看看印度要怎么样来吃花椰菜 好 在节目开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记得按赞定定的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今天要用的食材 花椰菜米 马铃薯 柠檬 香菜 蒜与姜 还有我们需要用到的香料油 辣椒粉 姜黄 香菜粉 孜然籽 还有一些盐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调理 首先第一个步骤 马铃薯去皮之后 我们把它先下锅煮熟 好 那是这样我们就把它去完皮之后 来这样切成小块 就把它放进去里面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慢慢煮 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一些基本的配料 就是来制造香料糊 把蒜跟姜磨成泥 香菜切碎 柠檬 柠檬 半个柠檬 挤出汁 取它的柠檬汁 加柠檬汁之后 死刀菜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开始调食我们的香料糊了 首先第一个步骤 先把汁盘子加进去 刚刚看到它今天那个颜色变成咖啡色之后呢 我们就把刚才的姜蒜梨放进去爆香 好 现在这个时候 马铃薯的话也差不多煮好了 你不用把它煮到透 把它的水沥干 放在旁边 那我们继续再回到这里 好了 这里的香料差不多之后 来 把刚才说的香料粉的都倒进去 这就是印度料理里面 它们调味的基底叫做马萨拉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花椰菜米 一包放进去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马铃薯 因为它本身就会有水分 它现在就变得那种湿湿润润的感觉 要加上马铃薯是块状的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刚才说的 准备好的香菜 还有柠檬汁 好 那现在这道菜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道 印度的花椰菜沙拉 你可以很快速地在一道菜里面 就摄取到大量的纤维脂 带给你宇宙不同的口感 让你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不管是配饭还是单吃都可以 然后热热地吃还是放凉吃都很适合 推荐给大家 给大家aan点赞 谈一边 加上 现在你们准备下 amigo 我还在这里 我不能食用 我一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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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